窗戶外红色的火光闪个不停 伴随电流的爆炸声相当惊悚 镜头再靠近一点 沙窗外面不断传出噼里啪啦的爆裂声 伴随着火光 而往外一看 只见民宅旁边的便电箱 发出了一声爆裂声之后 冒出阵阵白烟 而民众也吓得惊呼 这里是桃园市的巴德区 3号早上有民众听到了爆裂声 一开始以为是里长广播的喇叭坏掉了 没有想到闻到了烧焦味 往窗外一看 才发现是隔壁工厂的便电箱短路 冒出了火光 还发出了爆裂声 而画面一出也引发许多网友讨论 大家纷纷留言太可怕了 好惊悚 有点夸张 索性最后消防人员到场紧急救援 将火势扑灭 这起惊魂并没有造成伤亡 中生新闻综合报导